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政之道了 我是戴本主持人黄倩萍 曾经是声势如日中天的蓝营巨星 韩国瑜昨天被高雄人给罢免了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地方首长 甚至还写下了罢免票数 超过当选票数这个历史记录 好对于高雄人来讲 现在很多人欢欣鼓舞啊 说我高雄我骄傲 可是韩国瑜被罢免了之后 他还要砍脱啊 说是罢韩国家队抹黑他 那么他被打趴了之后 还有办法再起吗 同时呢 在昨天让大家也非常震惊的 就是大力挺韩的高中市议长许坤源 突然间坠楼身亡 震惊了台湾社会 议长之死会不会被拿来操作呢 而未来报复性的这种罢免 会不会遍地开花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都有精辟的讨论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好 倩平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实力高雄市议员 黄杰 议员好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李明协 明协好 大家好 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 温朗东 朗东好 大家好 另外是时事评论员 李正浩 正浩好 大家好 好 还包括了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王诗坚 议员好 倩平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罢韩投票 票数是比韩国瑜当选市长的时候 还要来得多 那么如果说 以38个行政区来说的话 哪个地区 罢韩的民众最多呢 我们先带来了解 台湾加油 罢韩投票开出的93万票 比韩国瑜当选市长的89万票 还要来得多 而拿下投票率最高的地方 就在桥头地区 坚定罢韩 坚定罢韩不合 选前罢韩团体 提进桥头 全力扫揭催票 官安在这里 催出51.74的投票率 过半民众 全租来投下罢母同意票 这年轻人都 换啦 都换啦 都不爱给他做 这人很好 太合作了 他不是都没踩到 他都他的票 不是这样说的 除了桥头表现亮眼 罢韩团体 更把最后一顶路目标 摆在三名地区 当初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 韩国瑜拿下10万5千多票 这次罢免同意票 却开出了12万 是38个行政区当中 最高的地方 这体调算不上 几个人都要专总统 在这边大家公司 在这边大家看这边都 都比较多 大家都回来回来 就连本来挺韩的深蓝选区 也在C次被翻盘 号称最蓝的左营男子 2018年市长选举 韩国瑜拿下近6成2 5成6得票率 如今罢免投票 则开出了5万7 6万1票数 投票率也突破4成 霸函团体在选前最担心的 三山韩国瑜本营 市长选举时 韩国瑜得票率都过半 2020总统大选 也有三成五的铁粉 继续挺韩 如今三三地区 近四成出来霸函 尤其凤山更贡献了 11万多票 2018年高雄吹起寒流 让韩国瑜翻盘 铁板一块的绿地 创下89万的顶田记录 但市民眼中 失信背弃承诺的韩国瑜 任其做不到一半 却被高雄人 靠着93万选票 送出高师傅 所以很多人形容韩国瑜人生 真的是像惊叹号一样 大起大落 曾经是所向无敌的 蓝营政治明星 结果昨天就被高雄罢免了 而且票数非常惊人 93万9090票 把他拉下市长宝座 刚刚在影带里面 我们也讲到说 本来很担心 在三山的部分 岡山齐山跟凤山 但我们看看昨天 这个投票率都高达了96.72 好 你看看 齐山95.38 凤山96.97 好 那么一开始 我要先请教一下朗东 这个数字 首先这个数字 让大家觉得说 比之前大家预期的要高太多了 那高雄人这么讨厌韩国瑜吗 确实 其实这样投票结果 非常的惊人 那并不是因为说高雄市民 都支持民进党 而是因为他们讨厌国瑜党 我们从几个关键性的数据来看 首先在二零一八年 韩国瑜得票率最高的 应该是在左营的核心里 那边他的那个得票率94.9% 非常惊人 真的 那但是重点是说 他那个时候得到 这个陈其迈得到票数 只有95票 但这个时候的话 罢免票就有200票 也就是说如果你从二零一八的陈其迈得票 跟现在比的话 罢免票大概是两倍左右 然后第二个很可以去看的数据 就是说怎么样去反映一个地方 他的最始终的支持者 你可以看政党的不分区的这个选票 那在不分区选票上面 在今年年初的这个总统大选上面的话 民进党得票是38.8 然后这个国民党的得票是30.1 中间差了8.7% 所以那个数据并不是非常的悬殊 而且像是民众党或者是时代力量 大概各得了七八%左右 加起来差不多15% 换句话说 现在这个罢免票数 能够到93万票这个数量 不是因为 全部都是因为民进党支持者的关系 也有非常多中间选民 浅然的过去相信韩国瑜 投过给韩国瑜的人 他们也一起去投下这个罢免票 所以韩国瑜在败选之后 非常没有风度的去说 这一切都是什么 罢韩国家队 都是民进党操弄等等 这种继续去诉诸 纯粹是蓝绿对决的这个气氛 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 是非常不利的 意思是说 有些人他过去投给国民党 或者有些人 他也没有投给民进党 他是投给第三势力 这个时候他出来罢韩 就被你国民党 被你韩国瑜说成说 哇 你这些人都是民进党的 你这些人都是罢韩国家队 所以有些人开玩笑是说 我们最近是不是要做 国家队的队服 因为很多人都变成国家队的议员 硬被国民党就栽赃 变成国家队的一个成员 这个做法 其实对于高雄来讲 当然是非常的不开心 为什么高雄会有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对韩国瑜来说 当然他去选总统 这当然印象是非常不好 这个票文报典票数会高成这个样子 是今年年初开始的话 韩国瑜一连串的这个作为 包含什么 发动人家去不投票 只监票 然后还说什么 去看看是谁投的 然后这个包含是说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或者是他们这个民政局长 曹欢荣 这些事情 韩国瑜他都可以去澄清 说我说的监票是四点以后再去监 四点以前不要出现 韩国瑜都可以讲 他都不讲 他放任他底下这些官员 国民党立委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部分至少就掉了十五万票了 再加上说韩粉过去 这些霸凌的行为没有止 那就再十万票 那韩国瑜呢 他在法律诉讼上面 他就说冷处理嘛 一边冷处理 就你一边就提告 或者说你这个罢免不合法律 什么 然后就一直被法院打脸 对民众来讲 他就觉得是说 其实你还很想当 但是你又不承认 再掉十万票 然后拆看板 洗地板 打压 罢韩的宣传 这些事情 还有发黑函 这些事情再掉十万 所以如果韩国瑜这些事情都没有做 说不定他就少了四十万的罢免票 这次的罢免可能就是四五十万 让韩国瑜过关了 那所以对韩国瑜来说的话 他还有国民党整个很大的一个引用 是说他跟整个青年世代 是完全脱节的 虽然目前中选会他并没有在每一次的总统选举 或是大选当中去调查 每个年龄层的投票率 只有在2016年的时候做过一次 那个时候青年投票率其实没有到很高 大概是57%左右 可是从这几次选举发现说 他随着说大家使用的网路越来越频繁 所以说这个青年对网路的影响是很大了 因为他可能对于报纸或电视观看次数比较少 那可是现在青年人在网路上面非常活跃 他们会去观看YouTube的一些节目 或者是说非常多的政治相关的议题 也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这构成了一个在选战上面 非常关键性的翻转跟影响 什么意思 就是你政治人物 如果你明确的失言 而且你对于选民是看不起的态度 例如说现在在网路上也有人在传 当初潘恒旭就是非常的嚣张 人家质疑他的时候 他就说不然你来罢免我 四年后 意思就是说你罢免不了我 你需要下次改选才有机会 这就截图被人家翻出来 那其实这些行为 包含韩国瑜他过去常常在讲的一些 非常气焰非常嚣张的这些话 其实大家印象都非常犹新 在网路上大家随时一丢就丢出来 那国民党这个时候 他还抓着韩粉 他觉得说我韩国瑜韩粉 我就两三成的支持度是非常铁的 可是你这个非常铁的状况下 你会造成六七成的人非常的愤怒 所以青年人他这次的话 你会发现说高铁台铁全部都爆满 然后我很多朋友都说 他们家里面是支持这个芬兰的 所以他是当天来回 还有一些是住青年旅馆 那这些对于高雄人来讲的话 其实这也是很疼惜这些青年世代 所以造成一个世代间的串联 青年人勇敢投票 然后长者们也愿意去支持 这样的一个罢免行动 才会到达九十三万 这个历史性的高峰 好所以我们看到 韩国瑜为什么会被这么高票罢免 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因素 刚刚其实朗东也讲到一点 就像你看看潘恒旭 他当时就非常的骄傲 有人就说 怎么韩岛专找这种低学历美学 死当充满爆发户气息的蛋头 当观光局长等等的 潘恒旭就跳出来说 你罢免我四年后 你就是这样子 不断的击出大家的票来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大家就说 很多高雄人都说 我高雄我骄傲 对不对 因为之前好像让人家觉得说 人看不见 怎么选出了这样的一个市长 所以现在高雄人写了新页 这个罢免投票率创新高 好之前我们看到 在1994年 韩国瑜就曾经被罢免过了 然后再来是2014年的蔡正元 2017年的黄国昌 当时都没有达到门槛 甚至连投票率都没有达到 但你看看这一次 罢韩投票的投票率就已经高达了42.14 好所以有人就说 韩国瑜是超越自己的未免者 他狂破了好几项超尴尬记录 好只有自己才能刷新自己的记录 你看看这个结果出来了 确定被罢免成功的韩国瑜 不只再度刷新了台湾史上 罢免案最高得票数记录 也成功缠连了这个记录的保持人 直接晋升未免者之位 不只如此 他除了身兼第一位 而且唯一被提起罢免两次的政治人物 还有为其最长的最高罢免票数记录保持人之外 后来还一举创下了第一位 而且唯一被罢免成功的直辖市市长 罢免票高于胜选票的公职人员等等 多项的记录 好我先请教一下范老师 你怎么看 因为这个同意票是93万9090票 就是说比他上次选战89万票 多出很多 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但是韩国瑜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认输 还要感谢130万没有出来投票的人 对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他上次拿到89万票 那这一次罢免票竟然高于上市的投票 93万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状况 因为一般我们知道会去投罢免 除非说我真的是对这个候选人恨之入骨 否则他的动力不会很强 你看即便是当时黄国昌 他被罢免 很多人说我可能讨厌黄国昌 可是我懒得去投 我还要去找身份证 我还要找印章 所以大部分通常这个罢免票 都会远远低于当初投他票的票数 那这次刚好相反 当初也有人批评 说哎呀我们知道57万票是他的门槛 很多人说怎么可以韩国瑜得到89万票 结果你用57万票把他罢掉 这个不公平 结果我们看到高雄市民用选票告诉你 绝对不会只有57万票 结果还飙到93万票 表示从他今年1月11号 高雄市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总统大选 到1月11号到我们看到 到66号这五个月时间 高雄市民并没有因为 他什么灯亮路平水沟通 大家就认为他应该继续当市长 就是从这四个月来看 大家认为他的表现是不合格的 大家对于他1月11号 去选总统的这个余怒未消 那个怒气没有消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的贞结所在 那表示韩国瑜这1月11号到后来 他不断的用各种行政手段 去介入这个罢免 想要阻拦这个罢免 甚至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局处首长 他们在一个行政不公的情况之下 去介入罢免 其实引来的是民众的反弹 所以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他的反应让我蛮失望的 就是韩国瑜他一直在讲说 这是罢韩国家队 说90%的媒体都被收买了 然后蔡英文政府然后等等 然后我们看到了洪秀柱也说 这次是执政党发动绿媒 围剿制造仇恨 是台湾支持 赵少康也说是民主蒙羞 他们都说这是所谓的罢韩国家队 连江启臣也都这么认为 我必须要讲 讲罢韩国家队 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我认为他是推卸责任 第二个我认为他是低估了民进党 第三个我觉得是羞辱高雄人 为什么 这个就在推卸责任 你完全不去讨论 你为什么当初你要抛开 抛西高雄市民去选总统 这个来韩国瑜 他的他的这个昨天的记者会 他也孜孜不提 他还在讲他的政绩多好 什么绿皮灯亮水溝通 是全国第一 什么外语教学全国第一 请问你全国第一 还在讲这些干嘛 你的来源在哪里 然后不断的在帮自己 还在那边包装 然后就指责 是这个民进党在打压我 国家罢韩队 然后还说我130万人不出来投 那些人是支持我的 抱歉130万不出来投 你怎么怎么不能说 这些人是支持你的呢 对 你的理由何在 好那我必须要讲 他现在还在谈这个 罢韩国家队 那我刚刚讲他的谢哲 第二个 第一过来民进党 这场罢韩活动 就是WeCare 这些所谓的社运团体 公民团体出来的 民进党很聪明 任何的这种活动 如果我政治力介入的话 一定是适得其反 因为当他变成蓝绿 蓝绿龟队的话 那一定就是大家中间选民 就不会参加了 所以我觉得硬要说 高雄人都被这个国家罢韩队 给误导 都被蔡英文给误导 都被民进党给收买 我觉得这个是侮辱高雄人 高雄人是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所以我必须要讲 到今天还在谈罢韩国家队 我觉得是非常 我觉得没有真的没有 好好的去检讨 为什么会罢韩的票会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 江景臣作为 我是觉得他是这个年轻的党主席 应该要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的想法竟然跟洪秀柱一样 跟赵少康一样 那你就没有自省 反攻自省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 在昨天这个票数是93万多票 但是记不记得之前 陈其邁还是拿74万票 也就是说 这当中有很多人 他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很可能是之前投韩国瑜的人 现在呢 他也投韩国瑜 但是就是要罢免他 好所以在这个时候 韩国瑜还有国民党 难道都没有擅自的反省吗 你看看韩国瑜 在昨天的这个罢免的敢言当中 他还讲到说 感谢那个没有来投的130万人 但是问题是没有来投的人 并不是都是你韩粉 对不对 他把他们全部都搜刮了吗 好那么他同时也讲说 两个感谢三个遗憾 里面他讲到说 民进党的罢韩国家队 买通了90%的媒体 跟100%的网军 对他全力抹黑 造谣他一个人 另外呢 他又说刚刚事成绩都是第一 执政团队努力从攻 却被扭曲造谣重伤 让人遗憾 最大的遗憾 还有很多要推动的工作 但团队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的执行了 好所以大家昨天本来想说 他是不是会跟大家道歉 说对不起 我那时候应该不要有那个贪念 那么早就去选总统 我政绩应该要好好做 我不是说每天睡到 这个中午才出去办公 结果都没有听到这些 他讲的是另外都是别人的错 我们带你来听听他昨天是怎么讲的 首先感谢2018年11月24号 支持韩国瑜的89万2500位 我们市民朋友 让我有一个机会 来过为我们高雄市的市政 来打拼 来服务 来努力 第二个感谢 感谢我这一群最棒最棒的 我们市政府的团队 我们三位副市长 几位局处长 有的离乡背井 有的抛弃别指 有的放弃高薪 我以这些我们执政的团队 感到光荣与骄傲 同时今天我们高雄市 有一百三十万的市民朋友 并没有出来投票 感谢他们对我们团队的支持 也感谢他们能够认同这一场选举 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甚至有的认为 这是一场不公不义的选举 但是非常遗憾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以来 所有的心思 几乎全部集中在 罢韩国家队 集中所有中央政府的力量 跨越各部会 买通了几乎90%以上的媒体 几乎百分百的网军 全力攻打韩国瑜的人 抹黑造谣不断 罢韩国家队 如果有这种心思跟体力 为什么不好好用在建设国家 造福民众的身上 第二遗憾 我们执政团队 所有的成员 努力以攻 我们有非常多的政策的执行 政策的推动 我们很骄傲 都是全国最优的 但是我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团队不停地被抹黑 扭曲 造谣 中上 甚至完全脱离事实 毫无根据的批判 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就是好多我基督要推动的工作 我们团队要全力来推动 沉入我刚才所报告的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高雄市的未来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我们觉得又很遗憾 就是这些工作 在我们这个团队 没有办法继续执行 同时要谢谢 所有新闻界的好朋友 将近两年来 台湾政治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韩国瑜身上所发生的 整整的两年 无穷无尽的抹黑 无穷无尽的造谣 无穷无尽的小放大 无穷无尽的扭曲 让新闻界的朋友 也非常的辛苦 我想在这里 要谢谢我们高雄市 所有的新闻界朋友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 祝福我们高雄市 以及高雄市 280万善良的民众 让我们高雄市 能够让全台湾 全世界 一样持续的耀眼 愿天佑高雄 天佑台湾 天佑中华民国 谢谢大家 谢谢 所以很多人都说 他昨天这个感言 讲完大家都只觉得 他就是一句话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韩国瑜到现在 还是没有感觉到 高雄市民的想法 他们的怒气是什么吗 然后就带着这个局促首长出来 说自己做得很棒 都是国家队在抹黑他 好那在我们现场 黄杰就是当时 第一个戳破他露线的白眼女神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韩市长 其实这一年半以来 都没有深思到 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因为他其实从头都没从头到尾都没有这种谦卑的态度 他一直在把市民当成敌人 当成贼甚至是当成犯人 看这一年半以来他对市民 只要市民不支持他的 他通通都当成是所谓的霸函国家队 所以黑韩产业链 那其实他都没有思考到说 其实到底人民才是头家 人民当初选他出来的八十九万的市民 很多人也是这次出来要求他下台的 我们是最大的力量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的教材 就是当市长 他如果没有深思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而至今认为都是市民的错的话 我相信不只是对市长 甚至是对整个国民党 接下来高雄市民都很难再买单 但其实我觉得他过去这一年半以来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 其实因为这个罢免运动 他其实是一个单一对象的 但是他没有冷处理 反而是一直诉诸他过去习惯的这种制造对立 然后煽动仇恨的方式 所以其实高雄市民有一口气出不来 就是你为什么要一直把我们当成敌人 我们是选你出来的人 你是公仆 为什么你总是希望一直把我们当成犯人在对待 所以像当初他一直很多很多他的支持者说 当初选他是八十九万 为什么五十七万票就可以过 很多人站出来 就是因为这一口气咽不下去 所以这一次开出非常漂亮的票 九十三万九千零九十票 这个是很多市民觉得 我们就是要让市长知道 这个正当性在哪里 甚至要超越当初的票数 让市长看看 不是说什么五十七万票过了就可以罢免 你非常没有正当性 甚至他还说一百三十万票 没有出来的都是他的支持者 直接囊刮了所有这些没有投票的人 其实有很多市民还是不服气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口气没有到罢免结束之后就结束 如果市长还是这样的态度 如果接下来国民党想要在高雄继续升耕继续在这里发展 一直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市民的话 其实高雄市市民是不会给市长机会 也不会再给国民党机会的 再来说到这个一百三十万羞辱高雄人 其实到很多即便昨天大家是普天同庆 所有不是高雄人的人都来恭喜我们 但是这一百三十万对高雄人来说的确是非常羞辱的 因为他们即使是即便他把过去他别忘记说除了八十九万票 当初难道没有投这八十九万的都是不支持他的吗 所以这个逻辑真的非常的奇怪 我觉得市长一定要回去深思 所以其实这一次是所有政党都非常拿捏分寸 而且非常的知道说这个界线就在这里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属于全部高雄人的胜利 全部高雄人的运动而不是由政党来操作的 所以这样九十三万的结果也是一个属于全高雄市民而多数的民意 这才是真正民主的价值所在 所以韩国是不是搞不清楚说高雄人他最过不去的就是 第一个他好不容易选上然后马上就去见中联办 然后没过多久又想要选总统太贪心了 说过的承诺也没做到 然后还跟议会请假每天睡到宝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感言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人 那因为之前韩流席卷全台 所以他好像忘记了过去他曾经也有十几年都没有人打电话给他在家里蹲的时候 好那我接着要请教一下王议员 因为当时他在北农任内就是跟你在议会 然后一开始在那边杠起来之后他开始翻红的嘛 没有你哪有他所以看到他这个感言里面他感谢一百三十万没有出来投罢免票的人 也就是说他把这一百三十万的人当作是自己的支持者 这就是他的盖牌目的 是他的筹码吗 我在想那样子的步数 大概可能跟中共那边学来了吧 毛语录里面就有写到 有这个保守 对 就是这是一个奇招 不过韩国瑜的起落 大概如果拍成一部电影 这叫韩国瑜的奇幻旅程 你看先前他的黄梁一梦 那昨天是他的梦醒十分 其实看了令人不声唏嘘 因为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垮了 他昨天拜选之后他发表这所谓的两个感谢三个遗憾 我觉得不必啦 一个再见就好了 这才潇洒嘛 这才潇洒 你离开的身影 应该就是干脆 潇洒 那么说说那么多 就没效嘛 你敢说的时候不说 该你去议会 向议员向市民做报告说明的时候 你不去 现在已经成事实了 现在再说一说一堆 或者说要罢免 那事实上 选委会也给他机会 也有去提答辩 除了答辩书 也有说明会 他也不去 他也不去 所以我觉得事后讲这些 什么两个祝福三个遗憾 这些不必 一个再见就够了 那么我还是呼吁韩国瑜要提得起放得下 这才是男子和大丈夫 也就是说我认为韩国瑜不要再针对罢免再去提任何的诉讼了 而且他还要再呼吁韩粉们应该就是说要放下 韩粉们要归于平静 不要再腥风血雨 不要再遍地风火 我觉得这样才是韩国瑜你对高雄的感谢 你给高雄最好的报答 就是让高雄归于平静 高雄市民赶快再来补选出一位市长 来好好的带动高雄的市政 这才是对的 那其实因为昨天的这个选举结果 我八个字形容合乎情理意料之中 这个得票数 倩平他不但远超过罢免的门槛五十七万票 而且还高过你前年韩国瑜 你当选八十九万的得票数 所以这个实在是没什么好再增值的 假讲的 真的就再见两个字就好了 但是我分析韩国瑜 他的崛起 我觉得他前年选上高雄市长 他像是中了政治乐透 他成了政治爆发户 那他也像很多这个中乐透的人一样 就是说你就 因为来得太容易 来得太快了 所以他就挥霍 不晓得好好珍惜 所以情况到最后 一样热豆腐的结果很多都很惨 那就是说你不专心 你得拢忘述 就是我们台湾 说的吃碗来洗碗 这是违背我们台湾的精神 尤其高雄人民是很血性的 他没办法容忍接受你这个样子 那中韩国瑜的一切作为 我觉得他这个准备不足 刚刚您提到说这个关于他的生活作息 韩国瑜不是多差的人 他也有蛮血性热情 他喜欢交朋友喜欢喝两杯 倩平你记不记得这个罢免案刚过的时候 那赵绍康就建议他说 你要早点起床 你五点半就应该起床 我就韩国瑜听到那个表情 韩国瑜一定很纳闷 他想说五点半 五点半我才刚要上床 你叫我起床 刚喝完就要上床 所以事实上 那是违背他生活的习性的 所以韩国瑜这个准备不足 那又不认真 那又要得拢望暑的结论就是这样 你又要这样 但是你又能力跟准备通通不足 所以我简单一句话 我盖棺论定他就是 一只蚕蚁要煮九碗汤 一只蚕蚁煮九碗汤 就是韩国瑜现在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有样工作 韩国瑜其实是蛮擅长 这个他能力之内一定做得到 我认为他应该去参选国民党的主席 因为于公于私 韩国瑜都应该参选 这很多人都觉得他要沉浅了 我认为于私而言 于私而言 我觉得韩国瑜 他应该想想这整个罢名过程 其实国民党对韩国瑜的声援 四个字 有气无力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国民党这些高层各怀鬼胎 你像现在的主席 他最大的对手 他知道最大的对手就是你韩国瑜 所以他认为 我如果来帮忙你韩国瑜 整个党都帮你 那你韩国瑜度过罢免 没被罢免以后 那你在高雄市长的剩下两年半 你更肆无忌惮的 横着走 那你资源更丰富 你一定会班师回朝 回来跟我竞选当主席 所以他们各怀鬼胎 没有真心要去帮他 所以于私而言 我觉得他应该去讨一口气 于公而言 他们国民党整个都松散 完全在社会支持度 现在剩9% 所以至少韩国瑜 不管再怎么差 他支持度还有百分之十几 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回国 如果参选国民党主席班师回朝的话 对国民党反而是正面的 而且他当选主席 对韩国瑜而言是探囊取悟 所以王议员认为说 韩国瑜应该去选这个党主席这位子 那可能也是因为看起来要出一口气 因为人家都说 国民党这次不只是冷处理 简直是冰处理 好我们也来看一看 就是说在整个罢韩成功之后 他们到底怎么讲的 都推给其他人 你看江启臣他就说 執政党用行政力量明目张胆的去操纵 这个罢免案 他们表示谴责跟失望 朱立伦说政治对立 伤的会是高雄的发展跟市民 王潜秋秀说 是输给罢韩国家队 许淑华说 当民进党政府下令全体动员 要把韩赶出高雄 这结果不意外 张立善说 这是一个卑劣的政治操作 好然后我们看到像林明珍 他就说民进党一党独大 请全党之力在操作 罗志强说 一党独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所以明显你怎么看 如果当初韩国瑜不去选总统的话 会不会有昨天的罢免的情况 看起来应该是不至于 所以当初包括国民党内部 还有包括我自己 管韩国瑜参选总统 包括他参选总统 四个字 我们都叫短视尽力 太过短视尽力了 就是短视尽力 你为了赢为了重新执政 然后走了捷径 结果捷径之后害了自己 可是那时候也有很多人的声音都已经提醒 你们不要这样做 所以那时候包括很多人讲说 包括应该四间议员 包括他讲说会三杀 就说韩国瑜输 市长也输 然后国民党也输 可是我们那时候都没有 听不进去 心中即使有疑问 可是就四个字 短视尽力 想赢啊 想赢啊 可是就是要短视尽力 所以现在国民党要检讨 不是说只有罢免之后 要去先检讨自己 然后第二个包括昨天党主席 还有蒋启成 包括韩国瑜的败选的 算败选嘛 败选的感言 我觉得不够谦卑 也失去了他的高度 所以你也听不下去 我觉得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对政治人物残酷 是一个伟大城市的象征 邱琪有讲过嘛 那高雄市民 这场选举当然是公民力量嘛 你九十三万九千九百九十票 那当然对韩国瑜很残酷 对国民党很残酷啦 可是至少是高雄公民力量的一个展现嘛 那代表当初人家可以man date 给你全力 现在也可以收回 那我就说 如果昨天韩国瑜的谈话谦卑一点 那票数也低一点 不要到九十几万 我认为他接下来有下一步 包括像世间议员讲的 选党主席都有可能 可是当你票数到九十几万票的时候 我认为韩国瑜应该沉浅 沉浅一下 他选党主席 我认为应该机会不大 那接下来像有一些人 当然像世间议员心里面 有一点坏心 他希望说 那个韩国瑜在选台北市长 甚至选桃源市长 或选党主席 他因为他始终跟他 因为他是浮荣王性格 所以始终对他念念不忘 所以几个问题是这样 那所以我也反对说 接下来提选举诉讼 我觉得这不对 那遍地丰火的策略 罢名谁 罢名谁 我觉得这不对 我觉得这都不对 国民党跟韩国瑜都要沉浅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 国民党要去思考 思考一个从去年的大选 八百一十七万票 到这次的九十三万 九十四万票 他背后还有一个因素 除了讨厌韩国瑜之外 背后还有一个讨厌 国民党的品牌目 最后再一个投射的是 讨厌北京政府 所以投票出来是 也一样 他们有孔中牌跟反中牌 所以这些因素 如果不去做检讨的话 那国民党当然就会有 更大的一个警讯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回到政治道了 我们接着来看看外国媒体 怎么看昨天的这场罢免 好大部分都认为说 是因为韩国瑜太过亲中 才被赶下台的 我们现在来了解 有各国的媒体都在报道 这个事情 那么对于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 华尔街日报 就直接以台湾选民 把亲中市长赶下台为题报导 说台湾最著名 亲中政治人物之一被罢免 是韩国瑜继一月总统大选 之后五个月来 第二次在投票中落败 然后里面还讲到说 他在去年访问中国 推销贸易 跟北京国台办 香港中联办官员见面 求取贸易 但被视为 跟中国水乳交融的观感 在大选当中 就成为不利于他的因素 也有很多的台湾人担心 中国共产党侵犯台湾 尤其去年 香港还爆发了反送中抗争 好 那么至于在日本媒体 他们也非常的关注 产经新闻就是说 韩国瑜被视为是台湾最亲中 主要政治人物 现在被罢免 可能会影响到中国 跟台湾的关系 甚至共同社还说 韩国瑜跟他所属的国民党 陷入逆境 可能被中国放弃 郑浩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讲 我昨天终于知道 亲中的英文是什么 tina friendly 所有的外媒 彭博什么 全部都用tina friendly 形容韩国瑜 反正彭博讲了 tina friendly 那是这样子 那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看清楚 就是韩国瑜 有没有执政能力是一回事 可是问题是 人民对于亲中或亲美的世界大格局 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现在世界很清楚 尤其是今年的疫情爆发的时候很清楚 有中国的系统跟美国系统 那这样的选择 变成是怎么样 过去国民党的策略是什么 我持平和讲 我们要黑国民党 国民党策略是 站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认为在台海之间 我可以做做一个支点 可是问题是当中美的对抗 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支点的可能性不见 你必须要选择 所以说当你没有选择美国的时候 对于很多台湾人 或是世界上的媒体 那都是彭博社 那等于是彭博社 在帮国民党或是韩国瑜定调 你就是中国的朋友 你就是属于中国阵营的一环 第二件事情是韩国瑜 昨天那一套论述 你有感觉到韩国瑜有怀忧上志吗 你有感觉到他有谦卑道歉吗 没有 他跟他满面荣光 他一上来就先 一段民进党 说90%的媒体 跟100%的网军在抹黑 骂了很多人 他什么无穷无尽的抹黑 无穷无尽的造谣 那个韩国瑜又回到他最厉害的 那个韩国瑜 就是光棍一个 又活过来了 韩国瑜最强的状态 就是跟时间议员对打的时候光棍 他不用签公文 他不用准时上班 他不用负政治责任 不用被议员质询 韩国瑜最强的状态是这样子 那我要问的是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谁给他这种勇气 让他被90万罢免之后 还是可以出来凑个民进党一顿 然后恢复神采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 他凑个民进党一顿 把韩粉的怒气揪起来之后 他要干什么事情 第一个谁给他勇气 我觉得很清楚 礼拜五 人民日报跟环球时报 不是各写一篇社论 人民日报还头版头 头版头第一页 说把蔡英文骂一顿 然后说韩国瑜 其实市政做得不错 环球时报的调子也是一样 老大哥给讯号 中国跟韩国瑜讲说 我还没放弃你 人民日报非常少评论 台湾的政治人物 除非特别大的事件 尤其是在头版头 人民日报是党报 大陆党跟政是一体的 所以党报等于政治 环球时报背后是军方 所以等于是礼拜五 罢韩之前 党政军 同时给了韩国瑜 一个讯号是 你好好看 可是现在被高票的罢掉了 那会不会就被放弃了 他不在乎 被罢免是一回事 因为人民日报跟环球时报 已经评估韩国瑜 会被罢免了 可是他在台湾 是不是还是需要 一个中国的代理人 如果韩国瑜看到这个讯息 假设还有人传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可是就我有政治敏感度的时候 我认为人民日报 跟环球时报 各刊登一篇支持韩国瑜的话 表示中国对韩国瑜 没有放弃 这政治需要很明显 所以对韩国瑜来说 他昨天出来 臭高雄市民的一顿的底气 来自于此 老大哥没放弃他 那你说这样的高雄市民 会很火大 高雄市民会不谅解他 他管高雄市民干嘛 他能够再选一届 高雄市市长吗 不能啊 还是他要降格 而选高雄市立法委员 更不可能嘛 他下一个战场 就是选国民党党主席啊 选国民党党主席 需要的不是高雄市民的支持 是老大哥的支持 所以等于对他来讲 他可能是甩掉了高雄这个包袱 搞不好以后 还变成亲中代言人 他一直都是啊 不是嘛 然后还去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 很有可能 那我下 第二个问题我刚问的是 一个政治人物 在被高票罢免之后 他为什么要蓄积 他的政治能量嘛 你看看他讲了很多话 比如说 一百三十万市民没出来投票 都认为这是一场不公不义的选举 他在干嘛 他在定调嘛 他在说 有一百三十万没有投票 虽然有九十二万 九十三万人要罢免我 可是我背后有一百三十万人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也不相信 范老师也不相信 可是韩粉相信就好啊 所以韩粉相信 那一百三十万人 都会挺韩国瑜的 他需要一个台阶 给韩粉下嘛 你没看韩粉下 在网络上 你看不公不义 一百三十万人 都都没有出来投票 韩国瑜选党主席 这个气氛被韩国瑜撩拨起来嘛 那他为什么要骂民进党 是什么什么 无穷无尽的造谣 无权无尽的抹黑 还骂民进党 作威作虎 贪污腐败 他又回到过去那个 操弄仇恨的语言 那个韩国瑜嘛 所以整件事情很清楚 韩国瑜下一个就是要 选国民党党主席 那要烦恼人是谁 不是民进党 不是高雄市民 是民贤哥这种 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 还在国民党内的正式人物 在场抽真的是在场 那对民進党来说太幸运了吧 这种事 我以为消费完韩国瑜后 韩国瑜又要去选国民党 无穷无尽的提款机 而且我凭我对国民党的了解 很有可能选上 二十几万票就上了 而且几乎都是韩份 所以现在江企臣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正昊就特别讲到说 现在看起来 这个韩国瑜甩掉了高雄这个包袱之后 他接着可能就要 只取國民黨的黨主席了 不過我們回頭來看看 有關於這個罷免的整個活動 整個行動等於是展現出了公民力量 讓大家覺得很驚奇的是 真的是小蝦米大鷹大鯨魚 而且這股力量在未來 會不會越來越大 從政者真的都要引以為戒 我們先帶你來看看這一段報導 讓你罷韓四君子深深一鞠躬 謝謝大家 首歌手深深鞠躬 韓國瑜罷免案通過高雄人 共同寫下民主新頁 這一晚關鍵人物四君子上台 接受全場歡呼 我們接受了所有人的委託 我們今天終於做到了 我們做到了 大家一起做到了 我自己都很懷疑 將來有一天 會不會在Google輸入陳冠榮 後面會接兩個字哭哭 雙眼鼻子全哭紅 台下加油聲不斷 隔壁的張柏洋 邊笑邊搂著肩 沒想到下一秒 我覺得你們被國民黨欺負 我覺得你們被韓國欺負 加油 我要幫高雄人討一個公道 換自己也忍不住哽咽流淚 罷韓四君子 台上展現真性情 因為這一路好不容易 發起連署立案到投票 四君子本業把一邊 從原本不被看好到推動歷史 會走上這一段的過程 是我人生的奇幻旅程 因為本來在學校教出好好的 我也不對自己人生做過多的揣測 一切就順其自然 還是回到本業 對啊 我請假一段時間的病人在等我 選完了李醫師得回去看診 不同職業不同團體 靠著理念集結 爭取出93萬張罷免同意票 徹底實踐公民政治 我想我們四個都是來自於公民 那我們最終也將回歸於公民 昨天看到那一幕很多人真的是深受感動 我們看到這一路以來真的很辛苦 罷函四君子靠著他們的毅力跟創意 成功集結了這個罷函的聲量 搬倒了大市長 好我們也來了解一下 銀利45歲 是WeCare高雄發言人 數德科大的助理教授 好再來呢 這是陳冠榮 40歲 那麼是診所的負責人 同時也是學校的監政講師 跟他們的醫院醫師 再來就是37歲的李醫師 他是婦產科醫師 那麼還有張柏陽 年紀輕輕 28歲而已 他是現任台灣基進新聞輿情部的副主任 好在這當中呢 他們用了很多的創意 希望能夠吸引大家的注意 果然真的都奏效 譬如說呢 他們在選前之夜 半韓斯君子就把這個巨大的市長 硬性推到台下 象徵著還權於民 然後大家最知道就是 他們跟市民發送的黃絲帶 也是每一次遊行當中 最顯眼的配件了 另外他們也用投影廣告 也就是說他們真的是努力不懈 像是他們的宣傳看板被拆掉之後 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說好 我們來弄這個大型的投影 反而是更引人注意 另外呢 水槍科蒂 就是在四維行政中心的門口 用高壓水槍洗地板 磕出666 投票霸這樣的一個宣傳 還有光照布條 就是民眾用手電筒照向民主 布條象徵著照亮民主 還有升起霸函氣球 讓霸函飛向天空 比市長爬過的內棵樹 還要來得高 好 但是這真的整個過程是非常艱辛的 一開始很辛苦 也沒有資源 好 來 這一路走來真的是讓人感觸良多 像是李醫師他最早的話 是一起參與那個公民歌草行動的 這樣子一個社團粉專 然後他的成長速率非常的高 因為其實來自於什麼 是因為說非常多市民發現說 韓國瑜上升幾個月之後 那個草越來越高 然後水溝越來越髒 有非常多生活的細節 高雄在惡化的跡象 那個都是有圖 有非常明確的證據的 所以他很快地去凝聚起高雄市民的想法 那包含說像張柏洋 其實他們支持黨 從二零一四年一直在高雄扎根 到現在已經有六年的這個時間 那也有 還有是說像是引力 其實你知道引力 我覺得是一個很關鍵的這個因素之一 因為韓正寅一直把他當成是一個打點在打 然後就說他以前接到很多標案 還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說他以前根本不是在市政府工作 那只是因為他在文化方面的 這些處理非常好 他也是整個高雄柏爾特區的一個幕後推手 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那因為他很多標案做得很不錯 然後水準很高 所以後來才被請進去文化局裡面去工作 可是韓正寅不但沒有辦法找到他任何 貪污舞弊違法的證據 還反而一直要去抹黑他 那當然對他來講 他的那種戰鬥意志 其實一直被激起來的 那像是陳冠榮醫師的話 其實他就是說那個自救會的這個會長 那你知道高雄在氣爆這件事情上面 整個城市都是非常的傷痛 那他在傷痛過程當中走出來 然後也佔入了罷韓的行列當中 這是一個非常有指標性的意義 就是說我們怎麼將去面對過去的一個傷痕 而且我們共同希望有一個沒有韓國瑜的未來 所以他們在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色彩的政黨的色彩是相對淡 至少不是民進黨的一個色彩 而是一個公民力量的一個組合 那在過程當中 如果韓國瑜陣營有去參加過 這二零一八零一九 這些Week of大遊行 然後就知道說裡面很多不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可能是中間選民 他一起去參加 你怎麼會用一種不懂民主 沒有民主投票的這個國家的打法 然後去來打台灣的這個選舉 好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罷韓四君子讓大家都覺得很欽佩 因為他們整個路上是需要很大的創意跟毅力的 但大家也發現說 現在台灣公民力量是不是越來越成熟 年輕人的力量 包括從過去洪仲秋事件 再到太陽花 再到罷韓 現在藍綠都不能輕視 我們看看年輕人 你看看北漂族補刀壓垮了韓國瑜 高鐵台鐵擠滿了這些年輕人 還有這個女生 她是因為趕在最後十分鐘完成投票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身份證就放在家裡面忘了拿 他們家其實嘉義到高雄 那麼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因為已經在投票最後截止的這個時間了 後來是由朋友幫他找到以後 接力把這個身份證拿過來的年輕人的力量 好所以我要請教王議員 現在對於藍綠來說 大家都不敢輕視喔 因為你不要以為說政治人物坐上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坐得很穩 沒有旅行承諾的話 意思就是說大家隨時可以把人家拉下台 年輕人的這個公民運動 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社會最寶貴的 因為年輕人的純潔 單純 那麼他們的理想性 所以你看在過去國民黨的統治期間 他把年輕人當作說 虛虛發發就弄個救國團 辦一些團康活動 寒暑假就讓你們去玩一玩 那這個國民黨出錢 他以為用這樣就可以擋住年輕人 他們的改變 他們的熱潮 所以那樣子的方式 其實擔任了我們台灣的公民運動 一直到我們民進黨崛起 我們重視公民運動 重視青年朋友他們的聲音 所以陸續學運開始 那總算現在匯集到這裡 我覺得這一次罷函的成功 就是我們台灣這些絕青青年的運動 青年的公民運動 集結最成功的一次表率模範 所以我相信以這樣一股力量 因為這沒有受任何政黨的影響或者控制 那未來是我們台灣 所謂往前進步 往前衝的一個動力 也就提醒所有政黨 不管你再朝再演 永遠都會有這麼有理想性的青年團體 公民團體在盯著你們 盯著你們好好做 認真做 好好做 認真做 其實韓國瑜會選上 也跟高雄的年輕人很多有關 因為其實當初韓國瑜說 希望北票青年可以回來 這個是很多高雄人的期望 大家很希望可以在高雄安居樂業 很希望高雄真的變好變美 所以當初韓國瑜市長出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是對他有非常高的期望的 但是很可惜這一年半以來 他把等量的期望變成等量的失望 所以這一次會有九十三萬票出來 其實也跟高雄的年輕人 有非常大的關係 不只是在外地的這些北票的青年 覺得你真的欺騙了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回來投下這一張票 高雄的青年也是希望說 拜託高雄真的需要的 不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政客 他就是最傳統的政客 或者是說政治上的渣男 其實大家都很 都給他這樣的一個封號 就是認為韓市長原來他用這樣子一個 清新的形象包裝 原來他背後就是最傳統 最傳統的這樣欺騙選民的政客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誰需要花這麼大的力氣 做自己本業以外的事情呢 所以接下來大家很希望是好好 回歸公民的身份 只要我們的高雄市 回歸一個正常民主的運作 這樣就好了 然後今天也聽到消息說 因為畢業證書 最近很多學校在畢業 那畢業證書上面確定不會掛高雄市的 韓國瑜市長的名字了 所以最近也會接收到很多畢業證書 必須延後發出 或者是還不知道怎麼發的狀況 這個是接下來高雄市的很多行政的 影響到很多欸 對對各個方面的行政體系都在受到影響 那我也希望說呼籲韓市長的支持者 因為昨天的確 韓市長這樣一席話 不是講給高雄人大多數的人聽 他是講給韓粉聽的 那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非常讓人非常擔心 高雄市是不是還沒有辦法回歸平靜 而他的支持者會到處的點火呢 包括說也很多人昨天晚上 很多人除了很高興之外 也好多人私訊我說 議員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不知道接下來韓粉在高雄 會做什麼事情 像這樣反撲的行動 很可能在高雄變成一個報復式的到處 可能又是一個仇恨的開始 這是要必須要提醒我們高雄人小心的 雖然大家好像已經很辛苦了 結束了一段辛苦的戰役 但接下來可能還有沒有完的事情 很希望呼籲大家一定要回歸冷靜跟理性 現在大家都說我高雄我驕傲 但剛剛的議員特別提醒 要小心後面是不是有一些後續的政治操作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總之是連串的驚嘆號 有個事情真的是震撼又遺憾的 就是一路挺韓的高雄市議長許坤源墜樓 那麼大家就會想說 這後面會不會產生一些政治的操作 後續的效應 會不會煽動韓粉暴富 讓中國能夠蹭機去操作 其實很多人都說許議長 他過去真的是百分之一千的力挺韓國瑜 我們先帶來看看這個報導 市長加油跟高雄市政做得好 現場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坤源 休息了大半年之後 為了韓國瑜他踏進議會殿堂 走起路來腳步不能快 得讓人攙扶 這是許坤源最後一次出現在高雄市議會 為的就是韓國瑜 利用休息時間和韓國瑜握手談話 許坤源因病休養很長一段時間 更早之前的現身是戴著眼罩在九月份特別參加韓國瑜的市政報告 擔任過七屆議員兩屆議長許坤源頻頻呼喊 甚至在市議會裡開罵 我是真的替你不敢 我們說實在 你看你所用這些團隊 這些市政團隊 對議員說什麼四個月而已 可以說大家都倒背如流 那畢竟也是韓市長第一個會期 就我們擔任過比較多屆的議員來看的話 的確是需要議長在整個議事上面的一些協調 許議長挺韓市長是百分之一千的 為什麼 從他開始還沒有到高雄擔任市黨部 他極力的邀請他到高雄來 然後全力的服選他擔任競選高雄市長 我是高雄市議會議長高雄官員 為了韓國瑜曾經親自配音 講述高雄市的政績 當出力要韓國瑜到高雄 還強力服選 面對民意宣浪 也勸韓國瑜要直求對決 如此的提惜韓國瑜 在90多萬票罷韓通過之後 許坤源咒事 留下的是無限悲痛與錯愕 昨天晚上大家看到這個新聞 很錯愕 很遺憾 那麼整個事情就是議長夫人 還有講說 當時許坤源看新聞 知道說韓國瑜罷免案過了 之後情緒就很差 然後就跟他太太講說 社會沒是非 他活著有什麼意思 太太當時覺得怪怪的 一直陪著他 但後來他接電話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發生了噩耗 那當然對於他來講 議長本來申請狀況 就不是很好 然後再加上心情低落到幾點 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可是呢 好 這個噩耗 這個慘劇 現在會不會讓人家 拿來做政治操作 也是大家非常擔心的 所以昨天藍綠都呼籲 支持者一定要克制自己 對 昨天發生這個事情 的確是非常遺憾 那時候我們正在現場 節目在做現場 聽到訊息第一時間覺得可能是謠傳 而且會不會是假新聞 對 會不會是假新聞 因為不太可思議 因為許慧元議長呢 其實他過去給人家感覺是非常的強悍 而且有這種所謂的江湖味 可以說非常在地了 那應該是抗壓能力很強的啦 結果竟然出現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墜樓事件 那到底是什麼因素 現在還在調查當中 所以我必須要講就是我們希望大家第一個 不要有任何的政治操作 我看到很多特別是中國的網軍 不斷在這個相關的信息下面寫什麼 以血還血啦 這個等等 這種很激烈的 甚至要血在血還啊 怎麼樣 這都不好 表示對岸已經動起來了 對岸想要製造 台灣內部的分裂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 朝野大家都是非常的遺憾 那也不希望這種相關的事情再發生 所以我覺得昨天韓國瑜第一時間 就到了這個許慧元家裡來探視 這個其實我們在當時在節目裡面 我們就先呼籲了 那我們也認為韓國瑜應該要呼籲韓粉 請他們克制 那後來韓國瑜也都照做了 這點我想我們要肯定他 至少他沒有讓這樣的一個 韓粉的這種憤怒啊 或者再度激起來 那第二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克制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看到今天吳敦義啊 也到了高雄去 那個江啟成也去了 吳敦義是老淚重痕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會造成許慧元的這樣的一個意外 當然就是因為韓國瑜 被九十三萬票被罷免掉 因為他是一直 我們看他之前這個許慧元在議會裡面 對那些民進黨也好 或者叫黃捷這些議員 在野黨議員都是吃之以鼻 甚至是當著鼻頭罵 他是非常捍衛的 而且非常強硬啊 那其實我覺得從民主政治來講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但是事情都過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許慧元這麼的挺韓國瑜 但他為什麼今天發現這個意外 當然就是因為韓國瑜被罷免 而韓國瑜為什麼被罷免 是因為韓國瑜選總統 大家都知道拋棄八十九萬票 那當初是誰要韓國瑜或慫恿韓國瑜出來選總統的那些人 你們要不要為許慧元這個事情你們要道歉 你們也有責任啊 這裡面有誰 就是吳敦毅啊 當時是國民黨黨主席啊 當時吳敦毅 其實我看到大家當時他就是他韓國瑜夾著這個當時他高人氣當選的這個高雄市長 但他自己動心起念了 他自己心癢癢的 那吳敦毅當時看起來也是也是希望他出來 就明顯講的啊 他們當時就是短視盡力啊 也希望他出來嘛 然後呢想要拿這個來阻擋誰 阻擋朱立倫 因為我們知道朱立倫當時也想出來 那誰可以擋朱立倫 當然是韓國瑜嘛 擋了朱立倫之後 韓國瑜如果變成國民黨的這個黨內初選勝出之後 他可能會說啊那個我這個不好意思離開高雄市啊 我可能就辭了 辭了然後 然後大中常會推舉吳敦毅嘛 張祖吳敦毅打的是這個如意算盤 因為你去看那個中常委 幾乎都是吳敦毅的人馬嘛 如果韓國瑜之所進退 這個可能吳敦毅就可以 批上這個候選人的資格嘛 想不到韓國瑜怎麼樣 假戲真做了 真的選下去了 那全黨也沒有任何的機制可以制衡他嘛 所以今天許崑源 會發生這個意外 那為什麼當初國民黨 這些幾乎沒有人站出來阻擋韓國瑜 為什麼沒有這個機制 那這些人當初在幫韓國瑜造勢這些人 今天我覺得許崑源是他的今天的意外 他們應該有道義上的責任 所以我看到吳敦毅在哭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就覺得你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嘛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國民黨當初 整個黨內沒有人敢說真相 其實當初我們看到郭台銘是有說嘛 他說會刪輸嘛 立法院會輸總統會輸 高雄市長會被罷 目前看起來一語成澈 真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他就是一個沒有 黨內沒有反對黨 或者反對的人 像鄭浩就被趕出來了 對不對 不能有不同的聲音 那民進黨呢 他為什麼他黨內 任何的決定一定都有人反對 那反對的聲音大家來討論嘛 是不是有道理嘛 所以變成是一個政黨 他內部如果不能夠民主多元 而都是一個金字塔形的決策模式的話 那變成大家就跟著韓國瑜跑 所以我必須要講國民黨接下來 如果如剛才鄭浩所講的 那國民黨等於要被韓國瑜繼續綁架 這個是一個很可悲的事情 那江啟臣 他也不敢跟韓國瑜切割 他現在的講話 他還是在跟韓國瑜 兩個人同生一氣 那我認為江啟臣怕什麼 怕韓國瑜到時候跟他選 可是這個是你目前來發展來看 是極有可能的 所以國民黨內部的這種相怨文化 是跟他的DNA是有關的 那這個DNA如果不改變的話 我覺得目前短期來看 他要復原可能是相當困難 那DNA要改變的話 是江啟臣應該要跟韓國瑜講說 你被罷免 你害國民黨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應該要 你應該之所進退吧 不應該 你應該至少你先辭掉你的中常委 他現在還是國民黨中常委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辭掉 因為他當初他等於也是因為 因為他是以這個執政縣市首長的身份 那他應該要主動就辭嘛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發表相關的聲明呢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所以剛剛老師講說許坤源的過世呢 有很多人都負有這個道義上的責任 我們也再一次來看看 他是在昨天晚上八點四十分的時候 他還有發臉書 然後他就是上面貼了韓國瑜的這個文章之外 他就說這一次誰會是贏家 結果在九點左右的時候 自家大樓墜樓身亡 那麼他之前是有跟太太講說 他覺得這社會沒有是非啊 他活著有什麼意思 太太呢 當時就一直陪在丈夫身邊 因為知道他心情不好 可是後來接電話 離開了市縣之後 後來就接到丈夫 從十七樓住家窗戶 一跃而下的消息 對他來說也是很承受不住 好 網路謠言就很多 那麼包括了他的幕僚現在就講說 其實去年他腦中工之後聽力受損 有耳鳴等等的狀況 睡眠品質也不好 可能因病打擊求生意志 然後網路上謠傳說 他有一些什麼債務經濟壓力 這不是事實 他的家屬也說 有一些媒體不時報導 網路傳言都是子虛烏有的 希望大家不要以讹傳讹啊 好 但是在這個時候 有人是不是故意利用這樣的狀況 利用這樣的悲劇來操弄 好 我們看到蔡振宇 他就講說許坤源是訓國訓黨啊 然後下面有很多人留言 這當中你有沒有注意到 像這邊這一個就是簡體字的 民進黨念了共產黨經 清楚知道如何碾壓國民黨 如果想要絞殺民進黨 最好的辦法就是請師父出山 清理門戶消滅民進黨 還台灣一個清淨的民主喔 好 所以現在是不是已經有境外勢力 開始在大量的留言在操作 然後把他弄成說是民進黨弄死人了 好 這個部分我請教鄭浩 你怎麼看 我就是這樣子啊 你看剛剛 許坤源的家人跟許坤源的幕僚 講的方向就不一樣嘛 他的家人是說因為霸函打擊很大 所以等等等 那他的幕僚是說因為生病 因為他有中風 影響他的求生意志等等等 那到底是因為陰病影響求生意志 還是因為霸函以想求生意志 還是兩者兼有 又或者是有第三種可能 其實坦白說不得而知對不對 簡單講我們沒有人知道許坤源議長的悲劇怎麼發生的 所以這個時候對於許坤源議長的悲劇的妄加採測 都應該被譴責 那如果這個妄加採測背後有什麼 有政治目的的話更應該被譴責 我昨天看到國民黨全黨上下都在抨擊民進黨的議員 都在包含王浩宇等等的 說他在消費所謂許坤源議長 OK 我認為這部分沒有問題 本來使者就不應該消費 可是問題是你有沒有回頭看國民黨自己人 也在消費許坤源議長 我先不要講網軍 網軍那個室友若無 我先講蔡振源 蔡振源就講很清楚 許坤源殉國殉黨 在韓國瑜被罷免之後用跳樓身亡 表達最沉重的大悲無語 你怎麼知道啊 你怎麼知道許坤源議長 就是因為罷含所以跳樓致敬 他的家人都不敢講死 他的幕僚都不敢講死 因為他也沒有留任何遺書什麼的 目前的調查報告都沒有出來 你蔡振源試圖把許坤源跟罷含連在一起 是什麼 你不是撩拨國民黨或韓粉的支持者 討厭民進黨的情緒嗎 而且那情緒他試圖用那種邪海深仇的情緒 又或羅志祥議長之時能喚醒什麼 這一次全台灣都輸了 他也在暗示罷涵 就是我坦白說 許坤源議長的悲劇 是悲劇沒有錯 大家也都不應該消費 標準應該一致 民進黨有誰消費他 我們譴責OK 跟你國民黨不可以一邊自己 在消費許坤源議長 一邊去譴責民進黨 在消費許坤源議長 更何況許坤源議長 還是你的自己人 更可能是信仁哥還在那邊說 不會讓議長白白犧牲 什麼叫犧牲 他說一定要討回這口氣 還一定要討回這口氣 什麼叫犧牲 你怎麼去定掉許坤源議長 這個悲劇叫犧牲 是為了誰犧牲 為了什麼事犧牲 你怎麼去 所以我坦白說 我覺得剛剛沒有錯 應該肯定韓國瑜 呼籲大家應該要務必冷靜 這是我唯一可以去肯定韓國瑜的話 可是問題是 當你國民黨全黨上下 甚至連他們的青年部等等 全部都出來說 看臭民進黨那些議員 你有沒有看過 自己黨內同志在做什麼 那後續的政治效應是什麼 很簡單 讓韓粉或是國民黨支持者 跟民進黨有邪海深仇 更恨這個所謂民進黨 更對立 對更對立 那這件事情來了 有沒有中國因素 當然有 那些五毛 但我點進去看 他就是沒有活動痕跡的 可是我想問 如果今天國民黨夠節制 如果今天國民黨 只有去譴責民進黨 但是很節制像韓國瑜一樣 呼籲大家務必冷靜 調查報告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不要妄加彩測 五毛三豐點火 三豐的了嗎 就當整個政黨裡面 民進黨自己去譴責自己的黨員 說有三豐點火 國民黨自己要求大家冷靜 那這件事情 在臺灣社會上就不會更對立 在霸函發生的當下 發生了一個大悲劇 全臺灣都要去思考 這個悲劇會造成臺灣 什麼樣的政治影響嗎 可是有一部分人想的是 這東西啊好機會 機會來了 我原本氣勢大大衰的 我好好利用這件事情 我的支持者就會更凝聚 我不會我不會潰上 這一次才是真正應該被譴責的事情嘛 你這麼對於消費時的那麼介意 華春瑩那時候在推特消費 佛羅伊德的時候 我怎麼沒看國民黨人去罵華春瑩 沒有嘛 他們現在想的是這一系列的真正操作 所以我要下結論 就是說我呼籲每一個人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無黨籍 還是什麼黨的在這個時間點 不要對許崑源的議長的過世 去的原因去妄加揣測 但是可以討論 他的這樣的過世 大家去操作會造成什麼後續政治效應 是應該大家去提防 或是大家去預防的 可是不要對他的原因妄加揣測 更何況像蔡振元或是信仁哥這種 去定調人家的過世 就等於罷了 我覺得真的太離譜 這個政治操作 大家都看得懂 好所以看到很多人 真的也是機關算盡 那明顯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你看看信仁哥就講說 一定要討回這口氣 什麼不會讓人家白白犧牲等等的 那國民黨雖然說也有講 也有講一些說 大家好要克制自治等等的話 可是裡面像譬如說剛剛我們看到 就有人講說什麼訓國這些 故意挑起這種對立 其實議長當然旁邊做的是高雄議員 他們有常互動 議長其實我們下去高雄 他我跟他沒有算很熟了 他畢竟是我們正常的長輩 剛才我看了我都說 年輕人要加油 其實鎮腳的開口就是這樣 就是說也是我們的長輩 我就說發生這種不幸 真的令人難過很震驚 那我覺得藍綠都不應該政治操作 任何人我覺得像昨天 真的受到第一時間真的很震驚 我就說各種發言 當然有人有人臉書留言 有人第一時間都三留言 我三留言 我覺得都應該的 不應該去操作 基本的人性還是要 那昨天因為罷免投票之後 確實在藍軍內部有一些情緒 有人說我要偏離烽火 要去罷免誰 那第二個有人說要集結 要去哪裡抗議 要去凱盜抗議 要去包圍總統府 一定都有情緒發言的內部 你不能說這些都沒有 那我現在過去之後 這些激情就趕快把它屏幕下來 所有政治人物都應該要冷靜 臺灣選完之後不應該再對立 我也不 我也不認同 我也反對說那一些 我針對誰 針對誰去罷免 那種報復性的罷免 沒有必要 政治 真的不需要搞到那麼對立 還有剛剛范老師講的 沒有錯 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是該徹底反省檢討 我們確實短視盡力 那當初不要把罷免 當然現在許醫長家 因為家屬還在辦後事當中 我覺得真的要尊重家屬 任何他的原因都不要去採測 我覺得我們同黨情誼 就是全力協助家屬辦後事 那至於說確實國民黨 你包括黨主席吳敦英也下臺 都有責任 那因為他跟許坤遠也認識很久 所以他今天去掉夜 也是人之常情 那至於說從主席到以下 從我們從政黨員都是短視盡力 我們要蓋瓜承受 所以要檢討從這裡開始 如果從這裡不去做修正的話 沒有去真誠去檢討 面對當初從去年駐成的錯誤到現在 然後到罷免之後 為什麼會得到94萬票接近 如果你不去這裡做修正的話 當然再次會面臨到民意的洗禮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目前最大的困境 那我再講一下 高雄市當然接下來就是市長要改選 那接下來就是議長要改選 那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比較大的危機是 我認為韓國瑜沒有選黨主席的任何籌碼 所以包括跟他比較親近的 謝龍介議員也勸他說不要再談這一些事情 先讓韓去沉澱之後 他的下一步怎麼去做決定 那接下來面臨的高雄市長補選 我們會提人 那提人之後可預期的我們也會大敗 那敗了之後江啟成就會面臨到很大的危機 他可能就會說扛責任 也有可能會請辭黨主席 所以面臨到整個接下來是國民黨 目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分裂危機了 好所以國民黨下一步 我們待會會來談 我們先回頭來講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五毛他們大量的留言 然後在操作說民進黨弄這個罷免弄死人 其實在之前就有這樣的例子 朗東你看看 當時這個美國示威暴動的時候 就有中國留學生煽動 然後被捕的時候他就認了說是官方指使的 甚至他還說以熱愛祖國做出貢獻 對 這個在美國最近的一些示威抗爭中 就混入了中國去指使的一些中國學生 或是中國那邊的人 然後去做非常激烈的這些抗爭 用這種方式去製造美國內部的動亂 其實一樣的道理 你看到說許坤源議長這樣的一個不幸的事件 那有一些人他就喬裝成是綠營的支持者 然後進行一些非常的這個言語侮辱 人生的攻擊的事情 那我必須要說沒有人的功過是不能討論 可是我們臺灣一般來講的話 整體的觀念是覺得說那人死了之後 可能在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之內 討得到家屬以及身邊的心情 功過的討論我們可以稍微延後 畢竟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事後過幾個月之後去討論說許坤源 對於政治的一些影響 到底是好是壞 這些事情當然是可以講 可是在這個當下 你去做這個揣測意義不大 那非常多的一些我去看過很多這個留言 其實我覺得點擊他們臉書 很多根本就過去也都沒有在參與過政治 然後都是一些看不出他的內容 甚至有些什麼是國外這個網友 然後就去留雙邊留言都有 有去罵許坤源的 也有去幫許坤源講話的 那其實他就是塑造出社會更多的一些衝突跟對立 那其實在高雄在地的朋友都知道 許坤源議長雖然他所謂黑白兩道通吃 那但是其實很多他雖然是藍營的 但是很多綠營的朋友是會投給他的 他可能就是說議員投票的時候 投給許坤源 然後但是在市長投票的時候 投給民進黨的市長 這在高雄確定有發生 那他這樣的一個角色 如果不是他在做 是別人在做 其實不一定做得比他好 因為他就是政治生命的一個常態 那你不能去說覺得說 他背景可能比較複雜還是什麼 事實上這樣子如果是臺灣政治生活的一個 很常見的狀況的話 其實他在他這個位置上面的話 是長期以來有部分的高雄市民是給他肯定 所以我覺得抱持一個比較中立的立場去看 不用對他的這個死因 有過多的這些揣測跟採測 這是幻想 然後甚至更不應該的是拿這個去講 是說什麼像是羅志強 又說這是什麼一黨獨大的臺灣 好像說是民進黨害人 那我覺得這些發言都應該是要避免 對 藍綠在這個方面的發言 我是覺得說應該都要避免 都要自己克制 好 不過在這個時候 也有一些韓粉開始質疑什麼 他們認為說在昨天 這個罷免為什麼會這麼高票 是民進黨做票 甚至還有人說要罷免蔡英文 我們先帶來看看 喊的韓國瑜不得不打住發言的正式死忠支持者 信仁哥 吳玉泉 喊完不忘觀察別人目光就連鼻子都紅了 畢竟超過93萬票的同意罷免票 票票讓韓粉對心肝 高雄挺韓派繼續喊口號 掩蓋失落 網路上還有人揚言 除非韓國瑜東山再出 否則不再行使 投票權 另外還有人要罷免蔡英文 甚至準備挺韓兵選高雄市長 這顯然是一個政治追殺 這顯然是非常醜陋的 一個執政黨動用了國家機器 國家的資源 鋪天蓋地的只是要奪回 一個高雄市和市長的位置 名嘴唐湘龍在節目中 附和韓國瑜的追殺說 但回頭看看韓國瑜的支持者 不乏替罷韓成功 天柴火的指標人物 如果高雄沒有韓國瑜 高雄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縣市而已 媒體人陳輝文選前這番話 也被認為替罷韓天夾助力 加上公務人員協會榮譽理事長李萊希 為了批評立委王婉裕呼籲返鄉罷韓 拿小燈泡之死做文章都引起公憤 比起責怪執政黨動用國家機器 聽韓派或許更該細細思考 是否成了高雄人投下同意票的助燃物 所以現在很多的韓粉 因為他們覺得很崩潰 他們就開始質疑說 昨天這個票數 是不是因為民進黨在做票 還有人說要報復高雄人 你看看像有一些人他就講說 為什麼一個肯為人民服務的好市長 要被罷免 我今天開始不會再容忍了 就算是客戶也一樣 老人家我就不做你們的生意了 我永遠追隨韓市長 我驕傲 還有人說 憤怒不能代表我的心情 從此刻開始 我不再到高雄消費 不買高雄任何物品 高雄人如此對待韓國瑜 我心狠 也是很正常的 好那麼現在也有人開始在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暴富性罷免 會不會沒完沒了 會不會遍地開花 因為有學者就認為說 現行的門檻比起過去罷免制度 算是合理 但也擔心說這個罷免先例一開 藍綠暴富的惡例會屢見不鮮 好那麼在之前呢 2016年11月三讀修正公職人員選罷法 把罷免案的提出門檻 從總選舉人數的2%降到1% 連署門檻從總投票人數的13%降到10% 原本超高難度的雙二一門檻也改為同意票大於總選舉人的四分之一 好那現在很多的這個韓粉就開始說好啊你們要罷免我們的韓國瑜 那我們也來罷免你們綠營的人啊甚至說乾脆來罷免蔡英文好了 但問題是蔡英文總統民調這麼高 好當然想要罷免人他去罷免 可是如果說真的沒有罷免成功的話 反而是自傷啊對不對 是的 首先啊對於許坤元許議長的事情 我個人有點看法 因為我在親民黨的時候 曾經擔任過親民黨的高雄市黨部的主委 所以我跟許議長也是熟悉的 那麼許議長呢他是一個兄弟位很重的 在高雄這樣的議會呢像他這樣的這個後來能夠成為議長 是很正常 那麼他也是一個很阿沙利很很積極開朗的人 他怎麼會突然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我昨天第一時間我覺得會不會是假消息 會不會是誤傳 我完全不能相信 今天為什麼有人提出這些說遍地開花等等 說實在的觀眾嘴巴講沒有用 各位要知道最難的關鍵在哪裡 在連署啊 這一次罷函最令人矚目的就說 連署了57萬張這種連署人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對自己的個資都非常的敏感 所以說突然之間你要我來連署要罷免某個人 坦白講我心裡面是會抱著幾分的這個疑問的 那麼也不會很積極反應 所以說不是像韓國瑜這樣的這樣的人這樣的目標 想要說找人來連署 我跟各位講絕對不容易 所以講是很容易啦 山峰點火很容易 真正的要帶動風潮 各位要知道這一次 當然有一些藍營的朋友 或者說是有一些粉紅講 這是民進黨 全黨之力等等的 說實在 這一次真的是所謂的公民運動 公民力量啦 沒那麼容易啊 這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這麼大的力量 所以這點如果還糾結在說這是民進黨的話 那麼說實在這對藍營未來的發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公民運動裡面 所扮演這個主導的都是年輕人 結果藍營的這些看法跟年輕人相悖的話 怎麼會有未來呢 特別是我們馬上修憲 投票的年齡降低到18歲 會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了 所以說這點我也給藍營的朋友一些建議 真的要冷靜的思考未來的走向 但是剛才范老師提到說 當初真正的造成這個悲劇的 還有就真正的這個事件的主角 還是韓國瑜 大家都知道嘛 他背後是誰啊 背後是國台辦嘛 所以真正的幕後的那個操縱的 是紅紅色的力量 韓國瑜有人講說 他就像是一支被炒作的股票一樣 爆起然後爆跌 任何股票會爆起爆跌 第一個一定要有人炒作 第二個一定有人拿錢去 去做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真正的要追的是什麼 真正在幕後炒作今天 台灣這樣一場 真的是 這個好像是一場 這個遊戲一樣 怎麼會選一個市長 一年多就把他罷免了 而且有這麼多票來罷免他 這不是遊戲 這就是炒作失敗以後的結果 對不對 變成鬧劇了 我們現在要注意 除了我們要追這個炒作的源頭 還要追這些紅色的資金 到底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下面一個韓國瑜是誰 紅色力量會炒作的下一個韓國瑜或是誰 這才是我們要未來特別注意的 所以這背後可能有這個紅色力量 那會不會又有下一個韓國瑜 這當然是值得關注的 好再來我們看到有很多的這個韓粉 他們其實對於韓國瑜 還是不離不棄的 所以現在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要罷免我們的韓國瑜 那我們也要罷免你們這個 其他這些政治人物 像是黃偉翰 這個媒體人他就講說 他認為之後會烽火連天 他說所謂的烽火連天 是指會有很多的罷免案 被提出來 不代表我預言 每個被提出來的罷免案 都會罷免成功 韓國瑜一旦被罷免 韓粉自然氣憤激憤 要提議並且連署罷免案 一點都不難 畢竟提議才1%連署10% 儘管藍營現在弱 那麼儘管韓粉也不是社會多數 但總還有一群人要成案的話 是不難的 舉高雄鳳山為例 一位現任的市議員 當初當選大約得票在一萬八千票左右 鳳山區公民數二十九萬 一%等於兩千九百票 十%連數等於兩萬九千票 韓國瑜二零一八在鳳山得票十一萬多 二零二零在鳳山得票八萬兩千票 前兩階段就要韓粉動員 國民黨力挺都不會是大問題 至於第三階段的二十五%等於七萬三千票 能不能夠跨過 那就要看仇恨度的問題 我不認為都會過 但我知道 一旦韓國瑜真的被罷免成功 韓粉的心情將會是魚死網破 那就是所謂的烽火連天 好他裡面講的議員 就是黃議員嘛 是 那你怎麼看 就是真的接下來要烽火連天了 我覺得首先是因為 其實韓粉說要罷免 我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大概是在 大家決定要開始罷免韓市長之後 就有韓粉決定要把我當成一個出氣的對象 當成一個情緒發洩的對象 所以這個行動 他們其實也持續了一年多 但至今沒有真正的集結 也代表說這個力量是散的 然後這樣的仇恨度或許還不夠 那如果他們要繼續刷仇恨感的話 我相信對高雄市民絕對不是好事 因為就會 就會跟當初的韓市長一樣 大家對他的仇恨 我覺得跟他個人特質有關係 因為他也 大家不要忘記 他不是第一次被罷免 他曾經在一九九四年的時候 就拿過全台灣罷免的最高票 三十七點七萬 那當然現在他又破自己的紀錄 拿到九十三萬的罷免票 代表說這個人也是有他厲害的地方 他一定是有足夠的特質 可以煽動這樣的仇恨 不是是他 他不只是他的支持者去仇恨別人 而是讓大家也對他有同等的仇恨 那我覺得這樣的特質在我身上 應該是很難發生啦 就是跟我覺得跟個性 當我們沒有主動的口出惡言 也很不會去做人身攻擊的時候 我相信要造成這樣的仇恨度 讓別人討厭我到要突破這個門檻來罷免 我或許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可能對於那些韓粉來講 你一開始翻了一個白眼 有仇恨度 但問題是感覺上 因為你後面的一些發言 沒有激起他們太大的仇恨度 所以你認為應該是不會 是啊 我相信這一年半以來 我們從來就不會主動的 跟韓粉要挑釁 要製造對立 或者是像韓市長說的 有什麼九十趴的媒體在抹黑 有百分之百的網軍在操作 這樣的話 當我們不會這樣的 像跟市民做對立的時候 我相信市民也不會 真的說要來罷免我 那范老師你覺得 會不會有一連串的報復性罷免開始 我覺得應該不會 當然有可能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是非常不聰明的做法 因為舉例來講 你今天可能你韓粉 實在是氣氛難當 你要去連署罷免 這個我們的議員 黃杰議員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他有很多年輕人欣賞他 而且他當初翻了白眼 翻白眼都不行嗎 他有沒有惡意的去批評韓國瑜 或者是口出會言 沒有 他是按照一個議員 該質詢的方式去做 那這個大家心中只有一把尺 如果你今天貿然發動 結果反而引發更多的中間選民 年輕選民出來捍衛黃杰議員 結果他罷免沒過 那不是黃杰等於是黃袍加深 對如虎天翼拿到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他經過一個試煉 所以我覺得發動這個罷免 你真的要搞清楚 你沒有罷免 你要你要有把握罷免成 就像我們當初看到了 韓國瑜 剛才當初We Care他們也一度擔心 特別是在前兩個禮拜 因為發生這個橋大雨 大家對罷免事實上是 好像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熱衷 因為大家擔心如果罷還沒過 韓國瑜真的是飛龍在天了 所以你今天要推動這個罷免 要非常謹慎小心 如果你沒有十足的把握 不要貿然推動 貿然推動結果 反而是讓你想罷免的人 他不但沒被罷掉 他反而立刻的更多支持 更多支持者 更多凝聚 那你想你發動罷免的就更尷尬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就像我們現在大家講 誰都可以上凱道 你申請都可以上凱道 可是自從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號的三三零 這個反服貌的那一場 太陽花學運之後 上凱道就有一個基本的趴數 你起碼要五十萬人 就是你一定要把凱道佔滿 然後人要遺到那個中山南路 台大院那邊 然後另外要遺到中正紀念堂 甚至要遺到整個的新一路 看不到鏡頭 那個才叫做基本的標準 如果你沒辦法摳到五十萬人 你就看這個活動 一定是沒有什麼人參加 所以誰都可以罷免 誰都可以上凱道 但是你如果達不到那個趴數 那就是適得其反 反而被人家看破手腳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韓粉還是理智一點 那那些鼓動的人 我覺得黃偉會的說法 他可能太樂觀了 那什麼瘋火圈 瘋火圈開什麼片地開花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所以如果說理智一點的話 那可能這個時候 應該是讓國民黨 跟韓國瑜都要陳前的時候 不過大家也會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那國民黨下一步 到底會怎樣 韓國瑜的下一步呢 他會不會再起呢 我們先帶來看看這則報導 韓國瑜罷免案確定過關 被九三萬同意票趕下臺 但對韓正寅來說 這還沒完 似乎還留下後路 說好要冷靜於晚上六號晚間 韓國瑜又忍不住發表簽字文 劈頭就說誰才是真正贏家 真正的勝負輸贏 卻是在選舉落幕之後 才真正開始 韓國瑜指的輸贏 難道是市長寶座 法律戰嗎 韓國瑜持續採取法律戰 確實有這個可能性 而依照選罷法的規定 提起罷免無效之訴 是法定上面的室友無法進行複選 就算強打法律延長賽 專業律師評估勝選機率很低 卻會打亂高雄市複選布局 韓國瑜任期已經過一年半 再打官司一審半年 二審也半年 等到定念任期過了兩年半 等於不用補選了 除非他遇到韓本法官 不然在法律要件上面 他沒有勝訴的空間 但是他確實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法律戰的行動 換取到國民黨不進行補選 這樣的一個空間 充滿政治上面的一個盤算 但是也枉顧了高雄市民的權益 因為高雄市民無法進行市長的補選 韓國瑜陣營付出法律行動有機可循 光是這次罷免就提出四次告訴 想要阻止罷免案 抗高駁回什麼 不要跌倒 四月向法院兩度提出停止執行罷免 都被高等行政法院駁回 五月轉向法院提告 中璇會公告罷免案應該停止 仍然被北高院 還有最高法院駁回 律師評估 韓國瑜即使提出罷免無效之訴 要翻譚幾乎不可能 卻會讓罷免案歹戲脫棚 不僅是名梅市長 更會讓國民黨再度成為反民意的重視之地 好 所以到底下一步會怎麼走呢 我們看看好 韓國瑜下台一局攻 接下來的罷免流程是這個樣子的 六月十二號中選會審定結果 並且公告 那麼從這一天開始 韓國瑜就解除職務 行政院派任代理市長 好 有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從公告日十五天之內 韓國瑜提起罷免無效之訴 接著就是訴訟程序終結之前 不會辦理補選了 如果韓國瑜勝訴的話 那他就復職 敗訴的話就看他剩餘的任期 決定要不要補選 好 然後再來如果這個訴訟拉長 超過今年十二月二十五號 市長剩餘的任期不到一半 可能由代理市長做完任期 第二個狀況就是韓國瑜沒有提罷免無效 或者是罷免案通過無效之訴 那麼接著就是三個月之內要辦理 高雄市長補選了 估計九月十二號之前補選投票 好 我先請教朗東 你怎麼看 你覺得大概哪一個狀況比較可能 現在的狀況是說 反而是綠營這邊要去思考 因為像自由時報總編輯周景昆 他的建議是說 直接派陳其邁當代理市長 因為現在就是說代理市長 你到底要派一個真的只是代理的 他只是暫時的 還是你直接派呼聲最高的陳其邁下去 那這兩個做法各有他的優缺點 那如果你是直接派陳其邁的好處是說 不管韓正寅要不要提什麼罷免無效之訴 總之代理的是陳其邁 補選的也是陳其邁 他整個團隊可以一直維持市政的運作狀況 然後是不會停止 而且他本來就很瞭解高雄市長 對 心裡比較安定 那其實這個做法是可以考慮 那第二種做法是說 那我先派一個真的代理的 色彩很中間的 那讓他先代理一陣子之後 看韓正寅到底要不要提罷免無效之訴 來決定是說之後的這個舉動 那這個做法的缺點是說 如果韓正寅真的他不服輸 就是一直要提上訴去拖延的話 這時候變因有很多 首先剛剛提到說最多會拖到一年 其實應該不會拖到那麼久 拖到一年的算法是說 每個省級最多可以打半年 就六個月 那兩省的話 二省的話就是一年 那可是如果法官他判斷的速度比較快 他可能一個省級一兩個月就跑完了 所以就算兩省跑完的話 可能也是三四個月 那但是對於高雄市民來講 你每拖一天 其實心裡面都是覺得說 這個選舉怎麼好像還沒結束 市政怎麼還沒有馬上上軌道 都是心理上的壓力 所以說我是奉獻國民黨 奉獻韓國瑜 那就既然他已經沒辦法選高雄市長了 就趕快放手 就是說我現在完全放棄掉 在法律上面去增肅這個權利 就還給高雄一個比較親近的環境 那當然國民黨 如果有一些有力的人選 要派來高雄去補選的話 有這樣的一個競爭 我也是樂見其成 不過現在國民黨裡面 有不一樣的聲音就是說 如果說韓國瑜提出訴訟的話 那至少阻撓這個補選 把時間拖長一點的話 國民黨可能可以找 另外一個大咖來選 或者是說可以來籍籍簽戶籍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稍微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罷函過關了 所以接下來高雄市長的補選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藍綠可能會有誰出馬呢 我們先帶來看看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一早帶著兒子現身投下罷免票 2018年市長選舉 雖然敗給韓國瑜 然而不到兩年 韓國瑜的民怨遭到罷免 陳其邁很有機會捲土重來 回到家的感覺真好 投票的日子 這個是屬於高雄人的事情 決定我們高雄的未來 陳其邁沒有正面回應 是否參加補選 但回顧這陣子動作平平 暖男形象深植人心 從防疫振興 甚至高雄有淹水災情 第一時間都能看見他的身影 很被看好 是替綠營批補選戰袍的首要人選 當然我已經很多次表達了 我認為陳其邁是很適合的人選 投票結果出爐後 選委會在6月12號前要公佈結果 三個月內舉辦高雄補選 如果民進黨派陳其邁再戰 可能的對手又會是誰 很多市民朋友都很喜愛李四川副市長 至於罷韓不罷韓這些事情 我們並沒有關係 韓國瑜的左右手 先任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 葉匡時 都曾被點名是補選考量人選之一 因為韓國瑜請假拼總統大選時 市政也由他們再打上陣 其實他們後級都不在高雄 但是我想藍營在高雄 應該有一些在地人 像前議長莊啟旺 最近好像基層也跑得還蠻心情的 不過對藍營來講是一個非常艱困的選戰 基本上贏的機會我覺得不大 藍營補選的可能名單 包括江啟成朱立倫都被點名過 但本人似乎都沒有意願 相較於國民黨志氣低迷 民眾黨有意插起高雄 喊出補選不會缺席 有沒有可能藍白合作 還很難說 隨著罷免案過關 各黨派加緊腳步 要爭取贏得補選布局依然展開 所以這當中簽成很大 韓國瑜這邊是不傾向提出訴訟 可是就有人講說 如果你不訴訟的話 那藍營注定未戰先敗 因為如果說提訴訟的話 可以簽制 本來應該在三個月之內 補選高雄市長的時程 以時間換取空間 物色人選簽戶籍的話 即使再戰一次也要這麼做 不能夠未戰先敗 好 那現在也有很多人被提到 民進黨可能人選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陳其邁之外 還有趙天靈 碧靈都有被提到 那麼國民黨可能人選 李四川 現在外傳說他的戶籍不在高雄 那麼陳雄文好像他在高雄 然後再來有人提到王金平 還有人提到胡敦義說戶籍不在高雄 另外幾位包括了這個陳一鳴 林國正 黃昭順 莊啟旺 吳芳明 還有黃柏林跟黃紹婷 這些都是被提出來點名的人選 但是大家也說這些人會不會都變成炮灰 好 那現在到底要不要提訴訟 還有國民黨的人選 我要請教民賢 面對這個新民意 所有政治人物包括政黨都要謙卑 所以不要有提訴訟來換取 說在尋覓人選的一個空間 如果有在這種算計的話 國民黨的人死得很慘 不可能這種算計 不過我覺得黨中央目前沒有 其實在昨天罷免開票前 其實陸陸續續幾天 已經有開始在物色人選 也開始跟地方人士 包括甚至幾個地方 包括議員這一些 都有討論過人選 那目前還沒有確定人選 因為還要再尊重韓市長這邊的想法 那人選我們一定會提 那也沒有所謂藍白合作的空間 因為如果確實黨內也有人建議說 這本就留民眾黨不要拿 給蔡比如一算 可是如果你這次禮讓的話 老實講 這是國民黨已經被民黨擊敗到一敗土地了 對啊 那你如果在現在的威脅不是 國民黨現在威脅不是 不是民進黨 而是民眾黨 如果你這次讓的話 大概2022大概也是很大一部分 你要割地賠款 你要很大一部分就讓給民眾黨 所以現在你們派人去選也不見得會贏 對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政黨責任必須要負責 即使炮會也要推人 那所以目前有個想法是說 是不是說要理 就是說會提名年輕人 也在思考 所以包括 甚至韓國瑜的競選發言人 那時候你們選這一些 都有考慮過 那不過這一些都還是在內部討論 最後還是在尊重韓市長 尊重韓市長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這次選票開出來補選國民黨一定還是會很慘 所以是以韓國瑜的意志為意志 這要討論 我覺得因為目前選到這樣罷免 看到這種票數 以前國民黨老講 國民黨傳統政治人物比較確戰 選機選到這樣 你現在叫過期那些大佬出來選 又又要來了 我認為我認為意願不高 那與其說這樣國民黨要看未來 我認為國民黨在高雄要在執政 大概看不到啦 看不到 短期天是看不到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給年輕人培養下一次有機會選立委啦 好來 鄭浩 剛剛到現在一直笑 找李明宣布 找葉原子啊 好歹戰鬥力比較強啊 好歹戰鬥力比較強嗎 好 我先整套講完 第一個是代理市長 假設提出訴訟就會有代理市長對不對 那代理市長會不會是陳其邁的問題 我認為不會 有一個很簡單 代理市長是要幹髒活的 是要把前任的市長所有東西挖出來的 比如說那時候是派蔡壁這種法務部的政次 去代理花蓮縣縣長 然後代理花蓮縣縣長 抓了一大堆花蓮縣跟記者勾結的狀況對不對 一大堆記者都被傳 然後那時候花蓮縣的秘書長 副秘書長也被傳 所以代理市長是要做側翼 為民進黨 譬如說陳其邁在選舉 然後選舉的過程中 不斷有代理市長在鋪路前朝的弊案 被丟出來 這才是比較合理的政治佈局 所以我認為啦 代理市長如果找陳其邁 陳其邁會綁手綁腳 你是代理市長兼市長後天 你怎麼弄嘛很難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國民黨的下一步 其實國民黨下一步 在韓國瑜昨天的道歉的時候 已經被韓國瑜堵死了 韓國瑜昨天完全沒有跟高雄市民道歉 對不對 韓國瑜昨天臭民進黨一對 對不對 然後把高雄市民最期待的那聲對不起 完全沒有講出來 所以其實國民黨的下一步的棋 已被韓國瑜這種 沒有想要顧國民黨死活的態度 已經被玩死了 所以我常常說 2014年國民黨那時候 在高雄市的市議員只有28席 2018年拿了33席 等於說因為韓流多了5席 可是這一次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2022年要多吐不止5席 甚至7席或8席回去 所以整件事情 因為韓國瑜的荒槍走板 讓國民黨在高雄 真的我的形容是 20年內斷根滅走 因為很難嘛 你派誰都不對 可是在國民黨的立場又很辛苦 就是說你非得要派人 可是你派人要像個樣 你不可能像李明選那種真的是小女生 那小女生選議員我覺得OK啦 我覺得OK 議員沒有問題 可是你選到市場太離譜 你要有個樣子 可是你如果推不出有個樣子的人的話 民眾黨是虎視當單 就後來他跑去哪裡 他就跑去北京了 去北京念書 所以你看他這個人就是忽然神隱 這次會不會神隱那麼久 我不曉得 但是至少會暫時休息一陣子 那因此我覺得他現在 反正這個回到雲林 錢多事少離家近 然後這個隧道可以隧道自然洗 然後打牌可以打到手抽筋 所以我講應該沒問題 他回去 他現在市長待遇也沒有很高 他這次光選總統 光是這個補助款 就非常有的花 而且他們在雲林 也有他們的維多利亞學校 所以我認為他的錢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市可以很少 而且離家很近 而且繼續可以知道中午再起來 也沒人管他了 然後可以打牌 他很喜歡打牌 打到手抽筋也無所謂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他現在可以過一個 鮮魚野喝的生活 但是我認為他對政壇 他並沒有忘記 但是我不認為 我覺得他還有野心嗎 我覺得他還 他這個人一輩子 你看他就打順手球 他不會 他不是農夫 就是一個出頭一個出頭 他就是他這個賭徒 他有的賭他就賭 你看他選高雄市長 他也沒怎麼到處去敗票 他就是靠三三造勢 靠王金平 然後當上整個大環境 對他有利 他就當選 所以我覺得他不可以去海北市 台北市也不會去接受一個 被高雄市淘汰的人物 韓國瑜到底會何去何從 你怎麼看 以我對韓國瑜的瞭解 第一個 他不會去選 這個國民黨的黨主席 為什麼呢 第一個他黨主席要籌款 對不對 國民黨的政黨補助款 只能維持三個月 後面很長一段時間 都靠黨主席籌款 這種激烈對韓國瑜來不合他口味 所以我想剛才范老師講得很對 他會神奇一段時間 然後呢 事蹟而動 所以他有幾個選項 一個是台北市長 第二個呢 是可能在下一次的總統 他還會出來讓一下 還會出來選嗎 因為他有 不管選得上選不上 他